江青传 作者 叶永烈 第十二章 江济样板 成为上海的女客人 神出鬼没 江青呼得一回回南来 隐居在上海 往日 她也来上海 但没有这么频繁 而且主要是为了治病 如今 她来上海的使命却是天机不可谢 为了行踪保密 中共上海市委规定对她一律以代号女客人相衬 她是老上海 她最喜欢住的是坐落在上海闹市区 离淮海中路不过数百公尺的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是当年上海首区一指的宾馆 锦江饭店的前身 集十三层的华茂公寓 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 当年 下棋檐 史梅就住在十三层楼附近的台安房 蓝平和唐纳抄抄闹闹时 找史梅平礼 便去信安房 华茂公寓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杀讯的产业 解放出 由于杀讯洋行击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 就以华茂公寓做抵押 归属上海市政府 改建为锦江宾馆 另外 附近的建于1935年的十八层茂名公寓 建于1934年的六状三层炮台式公寓归入锦江宾馆 在马路对面 设立了锦江俱乐部 内有弹子房 滚球房 阅览室 文鱼室 温水游泳池 舞池 网球场 还有一个花团锦簇 绿荫成片的大花园 锦江饭店钟楼 设有总统套房 专供国宾下榻 那里先后住过美国总统尼克松 卡特 布什 日本首相田中 中曾根 法国总统德斯坦 西班牙国王胡安 印尼总统苏加诺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 120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曾在锦江饭店下榻 江青看中上海 全然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 跟他一拍即合 此人便是柯庆施 柯庆施是资深的中共领导人物 他早在1920年已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赴苏联莫斯科学习 回国后 担任过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中共中央秘书长 江青在延安时 结识了柯庆施 那时 何庆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 而江青则是中共中央党校学员 说起来 柯庆施算是江青的老师 1958年之后的柯庆施 进入他政治生涯顶峰期 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 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上海市市长 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是上海响当当的第一号人物 在1965年 他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当中国这艘硕大的巨轮向左偏航之际 原来就思想颇左的柯庆施 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1963年1月4日下午 柯庆施在上海文艺会堂对文艺界人士发表演说 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左的口号 所谓大写十三年 指大写解放后十三年 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的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江青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他完全合拍 正处于孤掌难明的他 求助于柯庆施 立即得到柯庆施的支持 在北京 他召见中宣部 文化部四位正 副部长 部长们对他的意见不屑一顾 他寻求支持 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者 柯庆施的支持 使他一次次南下上海 进行一番番密谋 1966年11月28日 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 说及了自己的认识过程 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 几年前 由于生病 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 恢复听觉 视觉的功能 这样 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 首先我感到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 然后 我感到很奇怪 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 但是 却出现了海瑞罢官 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 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 搞了很多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的东西 在整个文艺界 大谈大演名 羊 骨 充满了后骨薄金 重阳飞中 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我开始感觉到 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这个阶段 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 但是很难 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 是在上海村庆师同志的支持下 由他组织人写的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而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 却显为人知 此文发表于1963年5月6日 7日上海文汇报 题为有鬼无害论 作者的名字 是完全陌生的 约梁碧辉 梁碧辉何等人士 显然 这是一个笔名 据云 笔名源于大笔一辉 写此文时颇费思索 辉了梁碧 梁碧辉一级梁碧辉的谐音 梁碧辉是谁的笔名 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于明皇也 在上海发出有分量的第一炮 于明皇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 便病逝了 年仅47岁 两年后 柯庆施也去世了 于明皇和柯庆施在去世前 都没有留下女客人关于那第一篇 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的回忆 倒是应该感谢江青 在她得势的时候 吹出了这篇文章的内幕 不过 毕竟是当众演说 她也是寥寥术语而已 这篇文章的组织人写以及发表 是颇为重要的事件 此后 江青选择上海为基地 选择文汇报为阵地 其原盖出于此 姚文原那篇批海瑞罢官的红文 实际上只是此文的续篇罢了 笔者从上海文汇报有人那里得知 当年经手梁碧辉的文章的是唐正常 当年她是文汇报文艺部主任 虽然她如今调离了文汇报 笔者在1992年2月15日寻访了她 她回忆了那段显为人知的往事 唐正常记得那篇稿子是上头来的 是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苏交给她 叫她照灯的 其实 稿子也不是陈虞苏组织来的 是上头交下来 要她奉命照灯罢了 唐正常一看那笔记 很熟悉 知道乃是于明皇的手笔 那时 于明皇常给文汇报笔会 副刊写杂文 跟唐正常联系颇多 不过 毕竟于明皇身为中共中央 华东局宣传部长 以真名发表杂文诸多不便 常数笔名于十一 这一回 梁碧辉笔名是头一次用 据唐正常回忆 似乎只用过这一次 后来他未用过梁碧辉 因此 倘若不知内情 想要考证用过一回的笔名梁碧辉是谁 将颇费周折 不用于十一 特地心拟了笔名梁碧辉 这本身便表明了此文非同一般 作者使用了隐身术 故意不让人知道究竟是谁写的 此后 在于明波故事之后 种种悼念他的文章 也都从未提及梁碧辉 从未提及有鬼无害论 唐正常与于明皇有过许多交往 他说 于明皇此人并非左派 当时是奉命而写 写了那篇贯彻江青意图的 有鬼无害论 这倒是确实的 于明皇的入党介绍人会欲语 写过季明皇同志一文 内中写集 我的记忆所集 他曾在各个时期 各种场合 魏彭百山等一批所谓胡锋分子说过话 魏芳之等一批所谓右派分子说过话 他们有的曾是明皇的战友 有的不大熟悉 有的和他个人之间还有过举语 于明皇曾有着苏中才子的美誉 他的古文底子颇好 笔杆子力狠 陈毅曾说 于明皇这个人是个多面手 年轻肯干 能说会写 就是一张嘴不肯饶人 江青要批有鬼无害 找了柯庆施 而柯庆施则找了这位苏中才子 于明皇也就奉命而写 这场干戈 最初发生在三位诸城老乡之间 吉康生 孟超 孟超也是朱成仁 比江青年长12岁 中共党员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 写了诗散文杂文 1954年出任人民美术出版社 创作是副主任 1961年 他忙于根据红梅记改编成昆曲李慧娘 正在这时 他的同乡康生发话了 唐震常在他所写的《有鬼皆害遍》一文中 提及了康生 1961年子光隔一次会议上 他点了一大批坏戏 指名道姓 要这个演员演 那个演员唱 并不加区别的为所有鬼戏张目 又指令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 一定要出鬼魂 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 1961年下昆曲李慧娘在北京上演 康生为李慧娘鼓掌 夸奖道 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时 孟超的老朋友廖墨沙也应邀去观看了李慧娘 他以为这是一出好戏 以李慧娘与裴书生的坚真爱情 以及对坚像假四道的斗争贯穿全剧 扬善意恶 具有教育意义 北京晚报编辑得知 廖墨沙看了李慧娘 当即打电话约写剧评 廖墨沙常给北京晚报写稿 一口答应 挥就一稿 写必 只是标题未想出恰当的 略加思索 写上有鬼无害论 他的原意是指李慧娘中写了鬼 这有鬼无害 在文中 他写道 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 当然不是他的迷信思想 而是他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我们要查问的 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 而是他代表谁和反抗谁 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 他是个好鬼 还是个坏鬼 如果是个好鬼 能鼓舞人们的斗志 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 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1961年8月31日 北京晚报刊出了 廖墨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 属他常用的笔名樊星 正在关注着昆曲李慧娘的江青 注意到了樊星的这篇短文 江青记起了当年 从山东出来上海时 见到田汉 廖墨沙的那一幕 江青选中了孟超的李慧娘 选中了廖墨沙的有鬼无害论 作为突破口 1962年冬 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 刘志丹的康生 听说江青找中宣部 文化部正 副部长谈话 要批鬼系 批李慧娘 康生也马上变脸 子公原本说 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 这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狠狠批评中宣部 文化部又轻 要追查鬼系泛滥的责任 其实对于所谓鬼系 要做具体分析 那些宣传迷信的鬼系 当然应当反对 但是像李慧娘 中写李慧娘死后化成鬼 仍要使之报仇 这鬼实际上是人的化身 是李慧娘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生华和继续 江青打鬼 实际上是借此打人 江青当时毕竟上是小人物 人为言轻 中宣部 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 可是 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他的话有份量 中宣部 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于是 1963年3月16日 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名义 写了关于停演鬼系的请示报告 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共中央 请示报告指出 近几年来 鬼系演出渐渐增加 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 如游西湖等 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系 如《黄氏女》游阴等 也重新搬上舞台 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 如李慧娘 亦大肆渲染鬼魂 而评论界又大家赞美 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 来为演出鬼系辩护 对于戏曲工作者中这种严重状况 我们没有及时的加以注意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 说到点了有鬼无害论 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樊兴 不点樊兴的真名实姓廖墨沙 江青觉得不解气 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 他要冲破封锁 他在科庆师的支持下 终于争取到批评的权利 组织于明皇写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于明皇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 北京的文艺报于五月号予以转载 在此之前 文汇报四月号发表了赵荀的演鬼系没有害处吗 一文 此后 在八月 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上演鬼系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 唐振昌在1962年 曾以笔名唐志在解放日报发表谈鬼系一文 此时也遭到麻烦 给红灯记打上将冀绰号 1963年2月22日 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 待大幕拉开之后 忽帝偏然光临上海红兜剧场 他只是来看戏的 不想惊动剧团 那是上海爱华护剧团在演出护剧红灯记 他借口身体不好 没有接见演员 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 这个戏很不错 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 那是1958年 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 江青看了护剧红灯记 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好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 一手抓创作 用他的话来说叫做大破大力 他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 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 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忆 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护剧团演出的红灯记 他向我推荐这个本子 建议改编成京剧 我看了觉得不错 便交给了阿甲 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剧艺术的 他不仅写过剧本 擅长导演 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 在他和温偶红同志的合作下 剧本很快改编成了 极由阿甲指导排演 全戏排完后 请总理看 总理嘉宜肯定 后来江青也看了 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 江青横加干预 给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 一天晚上 江青忽然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 说京剧院不尊重他 不听他的意见 纠缠到快天亮 总理无奈 只好对他说 你先回去休息 我叫林莫涵抓 如果他抓不好 我亲自抓 第二天 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 在文革期间 他被四人帮迫害死了 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 他说 总理说要你抓 你若抓不好 他亲自抓 我说 这样的事情 怎么好麻烦总理呢 我一定努力抓 请总理放心 为了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 我建议红灯记剧组的同志 到上海学习 观摩爱华护剧团的演出 银者著 这是在1964年8月 由我带领 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 后来人剧组的同志也一块去 爱华护剧团为我们演出了两次 为了答谢上海爱华护剧团的同志 我们邀请了护剧团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来经观看京剧红灯记的演出 银者著 这是在1964年11月 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演出 主席同爱华护剧团的同志们亲切握手 他们非常高兴 阿甲一级福律恒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鱼杀家 在京剧方面阿甲兼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 接到江青推荐的护剧红灯记剧本就仔仔细细的进行改编 京剧红灯记中 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 李铁梅一角本来选定唱功极佳的杜晋芳 但是杜晋芳毕竟年岁偏大 改用刘长瑜 李奶奶一角由高玉欠半眼 揪山一角自然非原式海莫属 演员阵营颇强 加上阿甲编导功力深 京剧红灯记波澜起伏 普成一台嘹亮的崭新的国戏 面对如此阵营强大的剧组 江青却如一个唠叨不已的老太婆 叙叙甜甜的发指示 他在1964年5月23日 5月31日 6月20日 7月1日 7月13日 这天两次 11月5日 七次接见剧组 随口而说 说了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意见 他的每一句话 每一条意见 都成了指示 导演必须遵命 以下摘录他的原画 可见他的种种指示之一般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 可缩短些 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 七场 只监狱 警态堵心 李玉和一家人进 出门 要随手关门 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 铁梅上场 第一场 不要戴围巾 见爹爹地址条后 临走石玉 和把自己的围巾 给他围上 铁梅叫奶奶的声音 太刺耳 不要那么高 这个戏不适合用男帮子 李玉和受刑后上场 可以扶住椅子 刑场上的石头 要靠前些 周捧场 磨刀人 不要吃粥 演李玉和一脚的李少春 为人耿直 对江青的 只是不愿聚聚照办 后来由壁脚前浩梁所代替 编导阿甲 由于不听话 在文革中受购批斗 幸存于事 1987年 八十高龄的他 是他从事戏剧工作 五十周年纪念 他副牌红灯记 在北京公演 他曾感慨万千 说了这么一番话 有的人把红灯记 看作是江青搞的 其实这出戏的创作 与江青没关系 是他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 树杀家幻和智取威虎山为样板 在看中了上海爱华护剧团护剧 红灯记不久 江青于1963年秋 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护剧团护剧 卢荡火种 卢荡火种是根据新四军第六团的 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改编的 1939年9月 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西进 在江苏常熟县阳城湖的张家宏 剧中称沙家帮留下36名伤病员 剧中为18名伤病员 这些伤病员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 依托茫茫卢尾荡 跟日军 伪军以及中义救国军展开了机制的斗争 护剧毕竟局限性很大 只限于护 江 这一代的老百姓能够听懂 江青仍要把护剧卢荡火种改编成京剧 以术为样板 推向全国 这一回 江青把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一团 1964年元旦 江青召见北京京剧一团主要演员 给他们各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 江青对他们说 坚决按护剧原剧本改编 不能随意乱改 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江青对饰演阿庆嫂的赵燕霞 似乎特别热情 江青曾特地到后台去见赵燕霞 说了一番火热的话 我认识你赵燕霞 我看了你所有的戏 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 你是苦出身 我也是苦出身 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 这番话出自第一夫人之口 顿时使赵燕霞受宠若惊 在排练时 江青特地从上海调来护剧中演阿庆嫂的演员 辅导赵燕霞 京剧跟护剧 毕竟是不同的剧种 赵燕霞借鉴了护剧中的表演 但并不照搬 赵燕霞说 我们要有京剧的特色 不必一朝一世照搬护剧阿庆嫂 此言传入江青耳中 江青顿时大为不悦 后来 发生了毛衣风波 赵燕霞终于被江青所冷落了 1966年上半年 沙家红 银者住 后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京剧炉荡火种改名沙家帮 来护演出 江青已物色了阿庆嫂闭角 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闭角阿庆嫂彩牌时 江青照例让赵燕霞坐在身边 江青发现 赵燕霞穿得少 第二天派警卫员和大舞台经理 剧团团长一起 给赵燕快送去了两件毛衣 说 首长说 借给你 如果不嫌他脏 你就穿 赵燕霞深知江青喜怒无常 不敢穿 便把毛衣叠好放在箱子里 过几天看戏时 江青扒开赵燕霞衣领子 发现赵卫穿毛衣 对人发怒说 赵燕霞嫌我肮脏 急派警卫员要回了毛衣 此后 赵燕霞被点名批判 赶下舞台 进牛棚 下干笑 阿庆嫂的扮演者自然换了别人 1964年7月 毛泽东看了京剧炉荡火种 毛泽东说 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 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 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 加强军民关系的戏 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要改沙家帮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做了修改之后 京剧沙家帮的名声就更响亮了 成了全国文艺界学习的样板 江青在上海抓走了两出戏 得利于柯庆诗的支持 江青在1965年4月27日 曾这样谈及柯庆诗 柯庆诗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 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 柯庆诗同志曾经说 我喜欢京剧 可是现在不看了 我说还是要看 我们要把他救活 柯庆诗跟女客人配合默契 1963年12月25日至次年1月22日 在柯庆诗的倡导下 华东区话剧官模演出在上海举行 贯穿这次官模演出的 便是柯庆诗在1963年初提出的大写13年 江青在来户官模华东区话剧演出时 又抓了一出新的京剧样板 智取威虎山 这一回与前两次不同 这块样板由上海京剧院排演 江青一次次对智取威虎山剧组下指示 他曾说 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瓶 二散 三乱 然而 当他听见别人对智取威虎山颇有微词时 他勃然变色 说了一番声色俱厉的话 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家唱 是白开水 当然 这个戏有缺点 我心里有本账 但是 这个戏是革命的 现代戏有革命的 不革命的 甚至反革命的 他们说这些话 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 而是有意无意的来反对革命 至少给我们泄气 白开水 有什么不好呢 有白开水比没有好 因为有了白开水 就可以泡茶 酿酒 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 智取威虎山的主角 杨子荣的饰演者童祥林 经历了类似于赵燕霞的命运 童祥仅当年29岁 进入智取威虎山剧组 他那一双糊糊有神的大眼睛 他的纯熟的演技 把杨子荣演活了 演绝了 随着智取威虎山成为样板戏 童祥林曾风光了两年多 名震全国 1966年底 童祥林呼的从舞台上消失 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写给姐姐童芷林的一封信 落入造反派手中 一下子把他揪了出来 他是姐姐一手扶植成 步入京剧艺术殿堂的 可是 由于沈醉回忆录中提及一笔 使童芷林遭殃 沈醉写集 在军筒头子戴笠过生日那天 曾叫童芷林去唱堂会 在那样的年月 戴笠有照 作为一个艺人 童芷林安赶不去 在文革中 这件事被上了阶级斗争的纲 童芷林被打成文化特务 童祥林怎么也想不通 姐姐会是文化特务 她给牛棚中的姐姐去信安慰 这信被造反派抄走 她也就遭殃了 于是 她下台了 整整两年多没上过舞台 据她回忆 为了姐姐的问题 她写了八十多份检查 还过不了关 1969年 她呼的被启用 重演杨紫荣 她怎么会突然走运的呢 那是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要拍成电影 虽然全国各地许多个剧团在排演这出戏 却没有一个演员能像她那样把杨紫荣演得出色 江青左思右想 为了保证电影的质量 为了使杨紫荣形象生辉 不得已启用童祥林 电影拍完了 传来江青的指示 痒痒身体 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 搞点技术工作 从此 童祥林又下台 直至江青成了阶下球 她这才重新活跃于舞台 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 手中有了三块样板 京剧红灯记 炉荡火种 智取威虎山 江青有了资本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 江青大出风头 以京剧革命的起手自居 就在盛大的观摩演出会开幕前一日 6月4日 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 说了一番和大写13年相背的话 我们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 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现代戏 又要整理 加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盛况空前 29个剧团 2000多人参加上演了《红灯记》 炉荡火种 智取威虎山 骑袭白虎团 杰镇国 红嫂 红色娘子军 草原英雄小姐妹 戴诺 六号门 杜鹃山 红胡赤卫队 红颜 革命自有后来人 朝阳沟 李双双 剑赶河边等37个剧幕 齐燕明主持开幕是 沈燕冰至开幕词 彭真至闭幕词 周扬作总结报告 陆定仪做长篇讲话 可以说 主管宣传 文艺方面的头头脑脑都在会上亮相了 7月1日 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 8月1日 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 把文艺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这同样显示了对这次官模演出大会的重视 其中的高潮 是6月17日 23日两天 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 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和卢荡火种 周恩来在6月23日接见了各演出团 官模团负责人 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 江青在大会上公开露面了 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做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 这是他1937年8月下旬进入延安以来 在漫长的27年间 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 他的这次发表讲话 其意义远比他和毛泽东 苏加诺夫妇的合影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更为重要 江青的谈京剧革命 一派起手口吻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 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 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 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 可是 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 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 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 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 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 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 那是不能设想的事 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 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 要好好变清方向 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 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 根据不精确的统计 是3000个 不包括业余剧团 更不算黑剧团 其中有90个左右是职业化剧团 80多个是文工团 其余2800多个是戏曲剧团 在戏曲舞台上 都是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 还有牛鬼蛇神 那90几个化剧团 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 也是一大 二洋 三谷 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 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 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 是封建主义的一套 是资产阶级的一套 这种情况 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 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 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 另外一小撮人是地 富、反、坏、又和资产阶级分子 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 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 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 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 吃着农民种的粮食 穿着人制造的衣服 住着工人盖的房子 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 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 是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 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经济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 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 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 即使反复也不要紧 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 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值得令人注意的是 江青在讲话中 一句也未曾提中共北京市委 却三次表扬了中共上海市委 一级表扬柯庆施 上海市委抓创作 柯庆施同志亲自抓 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上海的智取微虎山 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 正面人物则干瘪瘪 领导上亲自抓 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 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 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这方面 上海市好的典型 他们愿意一改再改 所以把智取微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江青激烈地批评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式坏戏 时举作接近 江青还向康生通报 由康生出面 在总结大会上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 内中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 北国江南 逆风千里 以及京剧谢姚环 昆曲李慧娘 张春桥挂帅改齐席白虎团 就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举行的日子里 1964年6月22日 山东京剧齐席白虎团剧组与众不同 因江青之邀 进入了中南海 江青很关心来自他家乡的京剧剧组 观看了齐席白虎团 用他跟剧组见面时的第一句话来说 齐剧我第一天看了演出 喜出望外 这个戏准备请主席看 但要修改后才能请主席看 江青把齐席白虎团剧组接近中南海 就是为了商讨修改事宜 他的用意是很清楚的 他要把齐席白虎团数为样板 一旦请毛泽东观看 毛泽东一鼓掌 这个戏马上就可以在全国打响 在江青会见齐席白虎团剧组时 他的一侧坐着一位神情严肃 不苟言笑的戴一副近视眼镜的上海代表 怎么呼的把上海代表请来呢 呆江青点名之后 齐席白虎团剧组才明白 江青要此人挂帅 主持齐剧的修改工作 山东的戏 怎么由上海人来挂帅修改 这位47岁的上海代表一开口 哦 原来他并非上海人 却是道地的山东人 他乃山东剧野人士 只是如今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成了上海代表 张春桥此人 倒是一块宣传部长的料子 笔者1963年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之后 便多次听过张春桥做报告 他思路清楚 讲话干脆 从不啰嗦 一口气讲两 三小时 滴水不漏 1935年5月 18岁的张春桥来到上海 在上海杂志公司当教队员 他给上海各报写文章 和大晚报复刊火炬竹笔 山东同乡崔万秋颇熟 前已数集 据审罪回忆 他在崔万秋家见到过蓝萍 他有时还给我倒茶 他也在崔家见过穿别角西装的敌客 就是张春桥 不过 张春桥当年是否跟江青有过来往 不得而知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三 四个月 张春桥也从上海来到延安 后来 他出任《禁察记日报》副总编 而该报社长兼总编则是邓拓 1949年 当红旗在上海城头飘扬 穿着一身草绿军装的张春桥 成为华东新闻出版的副局长 不久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 参与上海基要 1955年 当柯庆师调来上海 接替陈毅 张春桥成为柯庆师的政治秘书 这政治秘书听来不过是秘书 却比报社总编辑更为接近权力核心 须知 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 当年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张春桥担任柯庆师的政治秘书 为柯庆师起草种种报告 发言稿 随柯庆师出席种种会议 1959年下 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时 张春桥便随柯庆师出席了会议 后来 张春桥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 江青来户住进锦江饭店 第一次跟张春桥见面 那是张春桥作为柯庆师的政治秘书 随同柯庆师来的 见面的地点是锦江饭店俱乐部 此后 张春桥经常单独来到锦江饭店俱乐部 跟江青密谈 最初 张春桥只是作为江青和柯庆师之间联系的桥梁 他尚未发现张春桥特殊的才干 正因为这样 江青在上海组织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 找的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于明皇 没有把任务交给这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 江青要在上海抓样板戏 京剧智取微虎山 跟柯庆师的联系日趋频繁 跟张春桥也就三天两头见面 不过此事苦了张春桥简直是用其所短 必其所长 因为张春桥擅长写文章 大批判五棍子 而对京剧却一窍不通 用张春桥自己的话来说 我原来从不看戏 只喜欢看书写文章 只进行逻辑思维 张春桥却深知 八姐第一夫人 乃是官场晋升的一条捷径 只有头其所好 才能使江青欢喜 他只得急救张 从不听京戏的他 不得不借来一大堆京戏唱片 躲在家中速成 柯庆师毕竟是坐镇上海的大员 诸事戎盲 虽说他亲自抓样板戏 但只能倚重于张春桥 待他过问 于是张春桥跟江青的联系 日益密切 江青看中这位山东同乡 正因为这样 请张春桥挂帅 主持京剧齐席白虎团的修改工作 江青接见齐席白虎团剧组 说了一番意见 这个戏反映了朝鲜战场上的 真实战斗故事 但艺术概括不算好 生活真实和艺术概括是不同的 艺术概括应比生活更高 要概括当时整个形式和时代精神 艺术创作政治第一 这个戏需要从政治上加强 朝鲜人民和我们的关系很好 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很强 要照顾到两国的关系 我们谦虚一点好 张春桥变得颇为忙碌 江青让他挂帅改齐席白虎团 又要他过问志曲为虎山剧组 按照毛泽东看戏时说的意见修改 如此这般 连张春桥自己也说 我成了京剧书记了 伸手抓海港 上海锦江饭店马路对面 是一座棕色面砖的典雅的美国风格建筑 这是文明于上海的蓝芯大戏院 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建造于1930年 在当时是上海豪华型剧场 解放后 改名上海艺术剧场 仍居于上海一流剧场之列 1964年7月22日晚 上海艺术剧场华灯如画 热闹非凡 迎来了一批贵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和夫人王光美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 还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人陈匹贤 魏文博 曹霍秋 石西民 王毅平等 就连观众 也不是普通的观众 全是上海市局以上的干部 他们聚集上海艺术剧场 不是开会 却是观看上海怀剧团上演的 怀剧新戏海港的早晨 怀剧 又名江怀戏 流行于苏北 安徽和上海一带 虽说怀剧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不过 毕竟流行区域有限 影响也有限 这天 嘉宾盛赞海港的早晨 刘少奇等 还和剧团全体人员合影 成了上海怀剧团历史上的 难忘的一日 难得的殊荣 消息飞快地传入江青耳中 频繁出入于上海的江青 不声不响混在普通观众中 连看了三次怀剧海港的早晨 正忙于京剧革命 正忙于数样板的江青 看中了海港的早晨 要让工农兵占领舞台 他手中正缺乏工 而海港的早晨恰恰是写码头工人的 刚刚结束了北京的京剧现代戏观摩 江青惦记着怀剧海港的早晨 呼呼匆匆又赶往上海 下榻于锦江饭店 跟上海艺术剧场只一步之遥 怀剧海港的早晨 编剧李小明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突然 有一天团礼通知我 下午到锦江小礼堂 参加一个座谈会 当时已是八月里 气候相当炎热 我一走进小礼堂 就看到有几个人先到了 我便在边上的位子坐下 不一会儿 看见江青在几个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我简直不敢相信 是参加他召开的座谈会 江青同与会者逐一介绍认识后 一坐下便咧嘴笑了笑 一开口就是惊人之鱼 我十分高兴 这次来上海发现了一个高精尖的题材 一个国际主义的题材 这就是怀剧海港的早晨 我一听 震惊不小 我的这个青年教育的题材 一下子成了高精尖的题材 这时又听到江青说 在剧场里 我同工人一起看了三遍 工人哭了 我也哭了 说吧 他还真的用手揉了揉眼睛 接下去 他的话更使我惊讶不已 他说 他是抓革命的 跑了全国许多地方 任务就是看戏 挑选写工农兵的优秀剧目 改编成京剧 写农民的早已选定龙江颂 写解放军的也已选定智取微虎山 而写工人的选了好久 直到最近才在上海选定了怀剧海港的早晨 他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们 确定改编这个戏 他是经过调查研究的 其实 所谓调查 只是看了戏后 他到码头上去兜了一圈 向陪同他的第三装卸区主任高尚峰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 海港的早晨在工人中反应如何 第二 剧中青年工人不安心码头工作的思想是否符合事实 第三 玻璃纤维事件是否真有其事 在得到高尚峰的肯定回答后 他才拍板而已 从此 怀剧海港的早晨就被江青抓去 这一回 江青指定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匹显挂帅 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 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泰成负责 组成领导班子 把怀剧海港的早晨改编为京剧 编剧为郭延生 何曼 杨村斌 导演杨村斌 上风如此看重 编剧门烟能不卖力 才两个月 京剧海港的早晨剧本便问世 着手排演 由仲祥林之解同指灵及小王贵青主演 1965年3月 京剧海港的早晨在上海大舞台演出 石西民请江青审看 江青看罢 竟大为不满 说道 你们怎么搞的 写了个中间人物 为什么不去写英雄人物 这出戏改坏了 必须重编 江青一句话 把京剧海港的早晨全盘否定 第二天 江青调来京剧书记张春桥 指定由他挂帅 令组班子 重起炉灶 于是 换了编剧 调来怀剧员编剧李小明 导演一换人 江青认为 童指灵动作太软 演得一点都不像码头工人 于是 从宁夏京剧团 调来李立芳演女主角 不过 张春桥这京剧书记也不好当 怎么改 全要听从江青的旨意 张春桥注意了绕开中间人物论的误区 请江青在1965年6月7日审看 据名改为海港 6月11日 江青在上海锦江小礼堂跟海港剧组谈话时 又是摇头 江青说 这一回犯了无冲突论的错误 无奈 京剧书记遵命 又得辟开无冲突论的误区 如此这般 经过江青指点 他在京剧舞台上先后竖起了五块样板 集红灯记 沙家红 智取微虎山 骑袭白虎团 海港 另外 从1963年12月起 抓北京 上海两个芭蕾舞剧团 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 1964年10月8日 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说方向是对的 革命是成功的 艺术上也是好的 1965年1月起 江青到中央乐团 抓交响乐 沙家红 这样 江青竖起了八块样板 江青博得 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棋手的桂冠 便源于此 由于江青抓样板戏做出了成绩 他的名字出现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省代表的名单之中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月 当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 江青作为人民代表步入人民大会堂 他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了 从人民日报刊登照片 从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 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江青日渐漏争容 这一切 他都在公开的进行着 然而 他频繁的往来于京户之间 却在暗中进行着极端秘密的政治活动 成功了 52,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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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5,5,6,5,6,6,5,6,7,6,6,7,5,6,7,6,6,7,6,7,6,6,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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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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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我